圆明园授手铜像 曾博客富青铜祖器 文牛图 博远贴等知名书画作品 9月17号 由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主办的《回归之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展览现场 前不久刚刚从日本追索回的一套曾博客富青铜祖器引人注目 这组器物呢 它的特点 一个是整个明文里面讲的曾博客富 如果细看的话 每一件都有 最多的是这个鬼 上下对名100个字 这个鬼呢 直接想它叫自作大宝鬼 像这种画我们都是第一次发现 然后第二个呢 它这个从保存状况上 大家可以看 非常的完好 它为什么这些是蓝袖 它这个整个袖石层有三层 底层是红色的 然后中间是绿色的 最表层是蓝色的结晶 红的是铜锈 绿的是孔雀石 蓝的是蓝铜矿 2019年3月初 国家文物局获悉 日本某拍卖行拟拍卖疑似中国流失的曾博客富青铜祖器 随即会同公安部门通过形式与外交渠道共同开展追索 3月9号 国家文物局正式召会日本驻华使馆 要求日本政府依据相关国际公约规定 返还中国流失文物 随后 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共同约见拍卖企业代表 公安机关推动文物盗决走私犯罪调查 最终促成青铜祖器拍卖委托人将文物无偿上交 2019年8月 国家文物局 公安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赴日 完成文物接收工作 现场 像这样文物回归故事还有不少 在原民梦归展区 牛手 虎手 猴手 猪手 鼠手 兔手六尊铜像整齐排列 讲述了从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万元支援复制一具 到如今文物再度重聚回归的故事 在格枯顶心 希望金归展区 展示了前苏联和前民主德国法环的永乐大典 与一和团团齐 从香港抢救征集珍贵文物等 这些文物的返还也开启了流失文物回归的序幕 此外 王储植木浮雕 龙门石窟石刻佛像 圆明园青铜虎银等从海外追溯返还的重要文物也都一一亮相 它主要是全景式的回顾我们70年来 中国的文物最做返还的整体工作 我们总共选了25个案例 每个案例都有它自身的特色 也体现了中国在文物最做返还工作中 综合运用像外交 协调 刑事侦查 协商 谈判 商业购买 捐赠等等 多种方式来促成文物的最做返还 所以这个展览是在建国以来是第一次 也是最大的一次 为做好展览筹备工作 国家文物局系统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年来300余批次 15万余件回归文物情况 进行临选25个具有代表性的文物 回归案例集中展示 展品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展览将持续至11月下旬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